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南京 我们今天看的就是明朝的开国大将 长玉春的墓 这长玉春他是谁呢 在这个明朝初年 拽账打天下的时候呢 倒是名将云集 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就是徐达 还有长玉春 在后来的工程图里 这长玉春也是排名第二 在他去世之后呢 这拽账也是非常痛心 最封开平王 他这个呢就是全国重点的一个文宝贝 他这个地方呢也是在这个紫禁山 一个明孝林的配藏墓 在一般的这个地灵墓呢 他的周边都会有这个工程墓 这呢对这个工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耀 能够配藏地灵 同时呢也是象征着这些文称武将 到地下继续保卫皇帝 这里呢是在这紫禁山的北路 现在所走的也是一个三间小道 在前面呢他是有这个石像 一千码的石像 他这里呢是长出了非常多的猪笋 但是呢在这里是严禁蛙笋 我们来看这旁边这个猪笋 它长得是非常的粗大 在这里所看到 他这个呢就是名将长玉春的木道 而且在两旁呢是一片的株林 这片株林它在地上呢是冒出了非常多的猪笋 这些猪笋呢它一旦是冒出头来是长得是非常快 在这木道两侧呢就是石像生 有华表 有森司马 石虎石羊 还有翁仲 这翁仲呢是武将的形象 这长玉春呢他的一生是战功赫赫 他跟着明太祖朱元璋是南征北战 但是呢他最先跟随的并不是朱元璋 但元昌末年呢是全凶并起 他跟随一个头领叫刘俊 他这时候呢就是当了盗贼 每天都是大碗吃酒大碗吃肉劫略财物 这样过起来也很开心 但是他感觉这些人呢是匈无大志不足以毛 于是呢他就离开了这一帮人去熏于民主 这时候呢他就跟随了朱元璋 也就从此开启了他的名将之路 在从此之后呢他跟随朱元璋十四年 是冲下了不少功劳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红五二年 这是大明天下刚刚开国 这长玉春呢就病逝了 但是在这时候呢他才年仅四十岁 从这里上去呢就是长玉春他的一个牧种 这长江君去世之后呢 这朱元璋是非常伤心 这大明天下是刚刚创立 就损失了一元大将 长玉春在生前呢就已被封为国公 是恶国公 在他去世之后呢就是被追封 开平王 虽然呢是在死后追封 但是能够异性封王 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耀 这长玉春呢是一门富贵 太子皇帝呢对他家也非常好 他的二儿子呢就是开国公 他的长子就是正国公 他的妻子呢也非常了不得 也就是当时的名将蓝玉的姐姐 他的女儿呢是嫁给了当时太子朱镖 也就是太子妃 如果这朱镖继位的话 那就是皇后 在后来建文帝继位 追封他的父亲朱镖为孝康皇帝 黄玉春的女儿呢也就是孝康皇后 这些时刻呢也是为明代的古迹 也是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他在战场上向来都是横冲执照 他从战几十年未有败继 这虚达呢是议员帅才 这朝月春呢就是议员难得的猛将 他在战场上就像是一把利刃 在他生前呢他在军中就曾说过 能将十万军横行于天下 所以呢这军中就叫他长十万 也称他为天下第一齐男子 这朝月春的墓呢他是在幽静的山林之间 而这虚达还有李文中墓 是在繁华的街道内 相比而言呢那两村的墓地比较气派 保护的也是非常好 他这里呢就比较的幽静一些 但是呢这一颗颗的竹子也像卫士一样 疏忽在这里 这长月春的墓种呢是为这圆形的墓种 在四周呢是气场青砖 在上部呢是高高隆起是有2.4米 他整个的周长呢也是有29米 在他墓前呢是放着很多的鲜花 这也可见是有很多人来这里祭祀他 并没有忘掉他 他在呢有一块墓碑上面写道 明顾世主开平王长玉春长公之墓 他这个墓碑呢也是微快古碑 是在这清朝的同志年间 他的后裔为他所立 现在这墓种的上墓还有世中的全都是为树墓 长玉春呢他一生勇猛彪悍 但是在后来来看呢他还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呢他非常好杀 他不仅在战争中杀很多人 而且呢还非常好杀祥 关于沙翔这一点呢这明太祖做一招也是多次劝告他 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赏竹笋的时间 哇里面的非常多全都是竹笋 再过短短的一段时间 这些竹笋全都是一颗颗粗壮的大竹子 这似乎呢也是看着非常的敦厚可爱 非常的萌 我们呢可以做一个设想 这长玉春他如果没有去世那么早 他可能还会创立下更多的功劳 但是呢如果他活到这红的晚年 不知道他会不会躲过这朱元璋的徒刀 在长玉春墓他旁边的一百米呢就是仇臣墓 这也是明朝的功臣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是只能看到一些诗人诗马 还有他墓的一个大体的方位 他的墓主呢现在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明朝开国名将长玉春的墓 下个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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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